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Elyon 现在是晚上的8点45分了 然后我刚刚上班 然后我为什么突然间拿起相机呢? 是因为我朋友来找我玩 然后我就会出去跟他吃一下东西 然后聊聊天 然后这个是我好久没有见的朋友了 是我中学的朋友 然后男的都在吉隆坡 所以我们就出来见面聊聊天 然后就跟你们一起记录一下 一起走吧 我朋友来接我了 然后我们现在前往生味当中 呃 这里应该是生味酒吧 然后我们现在来吃我们的晚餐 其实已经是差不多9点半10点了 好久没吃韩国餐了 然后我们这是我朋友点的冰冰包 然后我们还有点了炸鸡啊 然后一些肉吧应该是 这个就是我点的炸鸡 这个就是我点的炸鸡 我点了恩白香果的那个 酸酸甜甜的就是很解腻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真是太久没见面了 有很多话要说 好了吃饱晚餐过后 我就和朋友一起回他的家了 然后因为聊得太开心了 所以就没有记录下来了 哈喽家 然后现在是早上 不只是早上 是下午的 1点45分了 然后我昨天在我朋友家这里过夜 然后我们昨天聊天聊得很夜 然后聊到6点多这样子 5点多6点了 然后我们才睡 所以今天这样子才醒来 然后今天呢 我们一整天的星辰就是吃吃喝喝 然后我就带你们一起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星辰 现在出发去吃我们的午餐 在吉隆坡就是去那里都要驾车了 跟英国那时候是不一样的 以前我在英国每次都是走路的 现在就是什么都要坐车 我们抵达了Sunway Pyramid 我们抵达了Sunway Pyramid 猜猜我们吃什么呢 我们吃的是海底捞 这还是我第一次在马来西亚吃海底捞呢 因为之前我在英国吃过一次啦 我现在是第一次和朋友一起吃马来西亚的海底捞 马来西亚和英国的海底捞都很相似 都差不多一样吧 好啦 现在我们要开始开动了 真的吃得非常非常的饱 所以我们要到处逛逛来笑话笑话 现在来买面包和马卡龙了 现在来买面包和马卡龙了 这个面包是for我上班的早餐 这间店我听我朋友说是还蛮出名的 是美国的一个很出名的cheese cake 所以我们就打算买来试一试 我吃了过后的感想是 它真的跟平时的cheese cake有点不一样 口感上和味道有点不一样 有机会可以来试一试 可是价格是偏贵的 我朋友现在来打算买一个网红冰淇淋 他想要买很久的就那种的冰淇淋 有点特别的形状 不错 你很融啊 好 最好一点 回去吃我的马卡龙 对 还有我们喝我们的水 对 我已经可以做马卡龙了 可以 我们想到这三个人的一样味道都新鲜 我想要蓝色 咦 你们两个也蓝色 现在我们来到霸王茶几来点我们的奶茶啦 这里的装修风格真的好特别 很有古风的感觉 好好看啊 哈喽大家 如我朋友已经回来了 如我现在已经是7点半 如我们刚才打包了这个 霸王茶几喝 然后我们现在在我朋友家 然后聊聊天 喝喝奶茶 然后搭配个马卡龙 然后就休息一下 过后就吃晚餐 对的 我们现在又来吃我们的晚餐了 我们的心情就是一直吃吃吃 而这个是还蛮特别的地方 叫poison apple 是我朋友带我来的新地方 里面真的有一种白雪公主的感觉 你听她的名字 poison apple就知道了 这里应该算是个酒吧吧 因为有很多种类的酒可以喝 好啦 现在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吃什么呢 这个是老四季炒饭 很特别吧 好了 现在是吃饭聊天时间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又回来了 然后本来以为这个视频会在昨天结束的 可是计划有变 然后我等一下会跟朋友再出去吃个午餐 然后再继续聊一下 然后今天就是吃个午餐 然后聊聊天而已 没有什么太多的行程 因为明天我就要上班了 然后就要早一点回来休息了 然后我现在就记录一下短短的一些片段给你们看 哈喽 现在我已经到了Meat Valley了 然后现在等着我的朋友 今天我朋友来带我吃韩式烤肉啦 这里真的有超多不同种类的肉 我们点的肉来了 真的有超级多种口味的 现在我在剪片看得多好饿呀 好了 吃饱过后 我们的行程就是笑话笑话 笑话完过后就来喝下午茶 刚刚我们吃了咸的 现在想吃点甜的 所以我们就看有什么甜品和饮料可以喝 我们点了两杯抹茶 一杯芒果 还有一个souffle 真的很开心在这两天 跟朋友一直待在一起聊聊天聊聊近况 然后真的很珍惜我们这样的友谊 然后我也希望能很快再跟我的朋友再见到面 然后这个视频会在这里结束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